天空乌云密鼓,突然一道闪电落下,在空中一条巨蛇被众人围住,众人对着巨蛇说道,玄机华,你还不知罪吗?突然一道闪电落下击中了玄机华,蛇灵散去,一道人影出现并说道,知罪,我黑水玄石一族追求天造,我玄机华何罪之有,我族人不甘屈居幽冥之见,有罪吗? 一些人发现异常说道,遭了他在聚集雷电的力量,赶快躲避,话音刚落,通,玄机华的雷电球朝众人袭来,众人前方出现一个黑色身影直面迎击雷电球,哼一声巨响,众人看向前方的乌寻梅说道,乌尚先请出手拿下此妖孽,乌寻梅说道,玄机华,此刻还不束手就行,反而出手伤人了,玄机华抬头露出笑容看向乌寻梅问道,乌寻梅你来了? 那你告诉我,我玄机华爱我所爱又有何罪?玄机华冷淡地说道,束手就行吗?我可是在天地面前,找你不死的。玄机华心想,求情,我会让所爱之人为自己向人低声下气,乌寻梅问道,到了如今你还不回吗? 玄机华右手摸着脸颊感慨地说道,后悔了,呵呵,乌山寻梅虽弄求,玄仪染却冲不回,唰的一声,一把上方宝剑抽现在了玄机华手中。玄机华说道,我人就在这里,想杀我那就来吧。 乌寻梅没有任何表情地回答。好,空中俩道力量在激烈地对峙。空,一道天雷破开云层刚好逼向了正在过招的乌寻梅。玄机华惊讶地看向正前方,他所爱之人心里感慨道,他竟然没有躲开,不易与我过招,是为了帮我挡天雷吗?玄机华咬着嘴唇颤抖着桌子, 我不能让我所爱之人在手张开。刷的一下,玄机华用力地甩开了乌寻梅。突然玄机华又抓住了乌寻梅的拿剑的手。乌寻梅瞪大了双眼,心里问道他要干什么,只听咔的一声,手中的长剑吞过了玄机华身。只见玄机华搂住乌寻梅,俩人四目相对,鼻尖相痛。 乌寻梅问道,你为什么要这么说?玄机华摸着他的脸颊笑道,你刚才假装与我过招,却替我抗天雷之灾,你以为云端之上的那些人看不出来吗? 乌寻梅回答他,你想太多了。玄机华看向乌寻梅问道,我已是必死之人,你还不肯对我表露一点心意吗? 乌寻梅脸色难看回答道,我从未有过心意又如何表露。 杀一声剑拔了水,心血随着剑而起,玄机华的手也从乌寻梅的脸颊上放下,眼含泪水地看着他说道,就是这样的乌寻梅才是我玄机华所爱的乌寻梅。 乌寻梅看向正在坠落的玄机华说道,我识,愿你与天地同受,却再无所爱之人。 说完,乌寻梅眼泪刷的一下出来,在一片云雾环绕着的寻山中,一位少年醒来说道头好痛。 想到了刚才的画面说道,我还没死,然后走到河边看着水中的自己说道,感觉全身没有力,这手是神打扮,是我210岁的样子。 抬头看了一下这是外桃园说道,这里是乌山脚下的无垢地。 随后开怀大笑道,苍天有眼让我玄机华死而复生众活一世,随后又想到前世就在这里第一次遇见了他,乌寻梅。 这时看向河对面的两道身影,其中一个红色身影说,姐姐,前面好像有极为浓郁的灵气在卸散啊。 就这么白白泄散真是可惜。 玄机华惊讶地说道,难道是他吗? 紫色上衣女子说道,我们先去收了这倒霉蛋的灵气,再用他的精血修炼,红色上衣女子回应道。 好,两个狐妖来到大树下看到了玄机华,红色狐妖说道,哟,姐姐,原来是一条小蛇妖呢。 玄机华心中感慨道,三位狐妖说的话都跟前世一模一样,红色狐妖上前摸着玄机华的额头说道,姐姐,他体内泄出的灵气很精彩,就这样浪费掉真是可惜了。 不然玄机华额头闪亮了这,紫色狐妖喊道,妹妹不要,红色狐妖紧张地喊道,啊,他竟然吞噬我的灵力。 姐姐救我了,玄机华笑道,哟,我体内可是出自黑水玄冥界的灵气,岂是你这种小妖能轻易吸收的? 紫色狐妖右手凝聚法术皱眉道,这样下去妹妹会有危险,一定要分开他们才行。 法术释放,搜一下,姐姐扶起颤抖的妹妹问道,你没事吧?妹妹回答他,姐姐,她的灵气有点诡异,我刚刚一碰到她的额头,就好像被什么吸不住了? 我体内的灵气居然一起倾斜而住。 姐姐扶身问玄机华,喂,你是谁? 玄机华想到,前世,他问我这句话,我因为刚经过巨变,一心求死就懒得理他。 我是谁与你们这种小妖有何关系,反正也回不去黑水玄明剑了。 然后他就拿出法宝练灵谷,想把我收进去练花。 哼,小小一条弱难选手,我还收拾不了你。 后来我虽被乌虚没所救,但我也差点丢了信息。 最后不得以化为蛇身好久才挥不过你。 玄机华想到,他们手中的练灵谷倒是个好东西,可以让我加快修炼,好早日回去夺回原本应处于我的地位。 日头在偏袭几分,乌虚没就该来了,得在他道之前,解决他们夺取他们的法宝。 在山的另一处地方两道人影出现并叹道,师兄可不渴,喝点水吧,喝了。 师弟问乌虚没,师兄如果可以,我真想跟你一块下山历练。 乌虚没回答道,此次历练关系重大,因此组长才点名让我独自前往,师弟你送我到山脚便回去吧。 师弟委屈地说道,好的师兄,并小声地说了一句,师兄你究竟何时才会正眼看我离家? 不然乌虚没察觉到了什么看向师弟说道。 师弟你可察觉到了前方,师弟一道,察觉到什么? 乌虚没说,方才一瞬间,仿佛有一股灵力波动,来自东南方向的山脚下。 师弟说道,兴许是什么小妖小怪吧,谁敢在乌山脚下造刺? 乌虚没严肃地说道,乌虚没严肃力并不寻常,绝非是乌山的小妖小怪能造成。 你我前去看看便知晓了,刷得一下就走了。 两人遇见飞行,师弟在后面喊道,师兄你等等我。 玄机华说道,本尊来黑水玄蛇一族蛇地之主。 两个狐妖异口同称道,蛇地之主。 随后姐妹俩叫道,在乌山境内谁都可能出现,唯独不可能出现玄蛇一族的人。 姐姐解释道,乌山境内灵鸟一族和玄蛇族可是世代的逗敌。 玄蛇族早就被天地下令指护于黑水玄冥剑了。 妹妹又笑道,所以你当上神们在玄冥界外设下的禁制是百圣? 玄机华愤怒地咬牙想到前世的画面。 在玄冥界巨石园门口俩道身影正在攀登。 后面一群人喊道,他们就在前面。 玄机华看着面前冒美的女子说道, 母亲,前面就是玄冥界与乌山境纠结之父, 外边有上神设下的禁制,我们玄蛇一族是不能出去的。 母亲道,姬华,不必担心你地府早已经为你开了天门。 玄机华又说,那母亲还在等着吗?我们一起离开吧。 母亲悲伤地说道,姬华,你地府临死前将她的蛇丹交你。 蛇丹上聚集了她毕生的灵力,能够护你穿越禁制,然而蛇丹只能保护你。 姬华看向母亲说道,不我啊,母亲,你和我一起走。 母亲眼含泪珠摸着姬华的脸说道,姬华,你要记住我, 玄蛇一族绝不能永居于幽冥之地。 若有朝一日你能回来定要破了这境界,让我族从此可以自由出入吴山境。 这是你地府奋斗一生的目标,也是她唯一的意愿。 后方有人笑道,黄嫂你们已没有俱录了还不束手就行, 俩人看向后方之人母亲道。 玄义你弟兄本已筹缪好一切,眼看就可冲破上神境之地。 你却与黄鸟一族勾结士君某位,还让玄蛇族世代所图之事毁于一旦。 玄义道,弟兄,我配,他也配,士君,人蛇所生的孽种若不是命好,怎会抢了我的地位? 玄吉华愤怒地喊道,玄义不许你骂我的故事。 玄义拔剑手道,我的好者你若是愿臣服于本尊化验, 本尊就保你和你母亲性命无忧。 哼,一道天雷落下,母亲说道,糟了,禁制之门快要关闭了, 读出一颗珠子告诉姬华道,孩儿这是你弟父的灵丹, 能助你冲出尽体人们。 说完母亲直接把姬华送向宫中喊道, 姬华,你快走,你一定要活下来,姬华顾着喊道,母后。 母亲转身向着玄义说道, 玄义,你休想伤害我孩儿, 随后母亲被玄义残杀。 姬华看到这一幕呼气道, 母亲,不要,不要留下我一个人。 转念回来,玄姬华按道, 不是小妖你们岂能想到, 我父亲母亲为了救我究竟付出了什么, 这一事我绝不能让你们得伤, 你会为你们的贪婪而作为人家。 姬华说道, 我手中有一颗蛇丹乃是我帝王的圆丹。 你们感受到的灵力就是来自于死。 我因为冲出尽致的缘故虽然没有死, 但全身经脉僵硬动弹不得, 如果你不放心你可上前探查。 姐姐一问道, 蛇丹? 玄姬华说道, 额头是万物灵力之学门, 遭到攻击会自动作出反击, 我的灵力来源于幽冥剑坟等的灵力属性不同。 你想直接吸走是不可能的, 不过, 听说有一种法宝叫炼灵谷可炼化各方灵气转化为自己所用, 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 虽然灵气已经消耗得责胜无几, 但对于你们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质保了吧。 姐姐看到, 还真的有一颗蛇丹啊, 东西虽好不过保险起见, 我还是先杀了你吧。 玄姬华按道, 很好, 上当了剩下就看狐妖妹妹了。 突然狐妖向姐姐攻击, 姐姐说, 妹妹你要干什么? 妹妹道, 我的好姐姐这小蛇群长得不错, 我可不想她死。 姐姐道, 你这个贱人, 原来你想独占蛇丹。 妹妹拿出练灵谷对着姐姐说道, 我呀会记住你的恩情, 不过, 用别了我亲爱的姐姐。 姐姐道, 没想到多年的姐妹情谊如今你不要杀了我, 我死也不会放过你。 妹妹把姐姐收入练灵谷擦汗道, 平日都是姐姐抢我的好东西, 现在收了她真是解分了, 不过这番操作还是惊险, 玄姬华笑道, 前世乌寻没救我之时, 这三位狐妖竟不顾紫藤花妖, 自己先逃跑, 可见她对紫藤花妖毫无姐妹之心。 突然玄姬华向狐妖动手, 狐妖惊讶道, 你怎么能动呢? 原来刚才你是装作, 玄姬华按道, 不紧, 我会为你报仇的, 玄姬华拿起练灵谷对着狐妖, 道, 我用父王蛇丹作诱过, 她果然对紫藤花妖出手。 紫藤花妖的灵力高出她何止一倍, 她帮我解决了紫藤花妖, 她也就不足为患。 上天让我玄姬华不死, 我绝不会辜负这再活的一日, 幸好我体内的灵力恢复了一生, 出其不意地对狐妖出手, 才能一下子支柱她。 后方一道声音道, 小小玄蛇, 竟敢在乌山境内残态生灵。 玄姬华惊讶道, 是她, 她来了, 玄姬华看向他们道, 黑水玄蛇一族或黄鸟族积怨之身, 我父王母后也是因为黄鸟族才死。 洛静霜乌寻梅师弟道, 是黑水玄蛇一族, 怎么会出现在乌山境内? 玄姬华按道, 前世之时, 若不是她先出手救我, 又替我疗伤, 恐怕我一见她便会杀了她。 乌群梅道, 奇怪, 为何算不到她的命数与难力? 莫非她不是来自黑水玄明界? 玄姬华按道, 这是为啥? 前世, 她可是一下子就算出了我是蛇地之子。 洛静霜道, 群梅师兄, 何必与魔切多数, 敢在乌山境内造杀孽, 这不是什么正道之人。 双, 洛静霜向玄姬华杀来, 玄姬华道, 糟糕, 我修行不够不是她的对手, 难道我刚重生就要命葬于死了? 突然玄姬华冲向前走着乌群梅道, 上前救我, 我并不是黑水玄蛇主, 不然洛静霜道, 哪里好? 乌群梅把玄姬华甩向身后, 并融化了攻击。 洛静霜道, 师兄, 你为什么护着她? 乌群梅看向玄姬华道, 你来自何处? 又为何而来? 玄姬华道, 上先, 我母亲是人妇凡人, 父亲是腾蛇族, 已与凡人撕恋遭受巅伐而魂飞扩散。 玄姬华暗道, 乌群梅虽然外表冰冷, 内心却心软得很, 腾蛇族和我玄蛇族本就一脉而生, 除了体内经脉略有不同几乎很少有人能分辨的心。 随后, 玄姬华又说后来母亲死后我就流落凡天, 听说乌山有神心出没, 便想来拜师学艺, 上先我说的都是真的, 洛晋双愤怒道, 妖孽, 你一直抱着师兄恒合体统才不快松手。 玄姬华扭头按道, 洛晋双前世你跟狗鼻高耀一样缠着我, 师父没想到今生还是这狗样的。 玄姬华道, 上先他好凶哦。 乌群梅说道, 晋双, 你且莫凶他让他把话说完了, 我刚才查探了他体内经脉碎了大半剩下的也极为脆米, 但玄蛇族的经脉可是极为强韧的。 玄姬华惊讶道, 你说什么, 我的经脉碎了大半, 刚才击杀狐妖已经用掉了我仅剩的灵力, 所以经脉碎掉灵力无法再凝聚了吗? 可是前世我的经脉并没有碎掉啊, 经脉碎掉就无法修炼, 不能修炼那我不就是个废人了吗? 一个废人该怎么扭转命运? 老天爷为何你让我丰盛? 却沦落到比前世更惨的境地, 玄姬华崩溃溃在了地上, 寻梅师兄这人来路不明, 既然经脉已经尽碎, 我们也不必管他了。 乌群没看向玄机华道, 一切皆有因果, 你不必太过伤心, 上仙,请救我。 洛晋双喊道, 喂,经脉尽碎, 连神仙也难救, 你这不是在为难我师兄吗? 我师弟所言一属实, 按你所说你乃人类和腾蛇所生, 体内经脉与常人大不相同再加上经脉成续。 不亚于让人起此回生, 乌某的确很难办到, 玄机华咬牙暗道, 师父所说也的确属实, 如今我经脉最近再无法力, 恐怕就如蝼蚁一般谁都可杀。 乌群没拿出一个锦囊道, 好在只是将来不能再修炼, 但寻常生活却还是没问题, 这些银两你开个小店谋求生活了。 我们走吧, 师兄你心肠真是好。 玄机华看着手里的银两道, 就见了这一面, 从此就要分到阳礁了吗? 不, 我不认命师父虽然看起来寡淡无情, 但其实内心最为柔软。 如今我的境地不管能否再去经脉, 都需要紧跟着他, 才不至于愤怒。 说完东一声撞向了旁边的树木, 乌群没转身扶起他, 帮他了上。 乐进双团道, 麻烦你, 我就知道师父不会丢下我, 上线, 您何必救我, 不能修炼对于我来说生不如死, 您方才问我为何会落得如此经济, 因为我乃人蛇之体, 鬼藤蛇不不容, 他们一直派人追杀我, 我被其中引起。 原来如此, 上线, 就算今日我不死, 他日落到他们手里终究开始会死, 更何况, 我虽然经脉最近, 但体内也传成了藤蛇灵丹, 刚才的狐妖就是寄予我的灵丹, 我现在这个样子, 任何小妖小怪都能杀掉我, 乌群没到, 我明白了, 这样吧, 你若愿意可以先跟随我身边, 待他日回乌山在顶民族长, 把你收入我名下, 谢谢上线, 不, 谢谢师父, 谢谢师父, 师父, 我终于能再喊你一声师父了, 师兄, 你这万万不可, 他既然为藤蛇族不容, 我们收留他, 总怕会埋下货根, 此时不可对任何人提醒, 师兄, 族长和长老们不会同意, 族长和长老们那边, 回了乌山我自会去多福他们, 此时自有我担货何有责任, 你既然败我为师, 今后虚得听我, 那是自然的, 师父说往东我绝不敢往进, 其实你的经脉也不是不能重聚, 真的吗, 只是其中困难重重, 而且得有机缘, 且走着看吧, 师父说有机会, 那无论多困难, 等多长时间我都愿意, 你既然叫循梅师兄为师父, 那是不是应该叫我一声师叔? 师叔好, 往后还要请师叔多多照顾, 等其让你得意一回, 没想到这小子这么大方, 师兄时候不早了, 送你到了前面的罗霄城, 我就要回乌山赴命, 有劳师弟, 你叫什么名字, 回师父, 我跟着母亲进来, 名机华叫蓝机华, 好, 机华你能走, 有些腿软头晕走不了, 那为师报你走, 谢谢师父, 师兄, 你是何等尊贵身份, 怎么能报, 所长命我来人间历练, 哪有那么多讲究, 兴许这孩子就是一次历练, 若能帮他重去经脉, 也是大功德一件, 洛进双极度道, 蓝机华, 师兄为何会对你如此上心, 走吧, 三人往罗霄城而去, 罗霄城夜市热闹非凡, 玄机华低头干饭, 乌群没到, 我吃一碗, 你也吃掉了, 玄机华一问道, 嗯, 师父, 你不吃吗? 孤寻梅帮玄机华擦拭嘴角道, 我不乐, 谢谢师父, 师父还是像以前一样, 吃个面冷心善的, 好吃, 前世师父也是可怜我身世, 不过黄鸟族人反对, 把我收入门下, 而我被仇恨蒙蔽心眼, 一心只想去天地保护, 到平耀, 想害死我父母的悬翼暴走, 结果筑成大错, 虽然最终杀死了嫌疑, 但师父身为黄鸟族股长, 又是灵药受了天罚, 我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, 前世终究是我辜负了他的信心, 既然老天让我重头一世, 我为什么要再次让仇恨之配, 很多事情都是命的, 今生如果有机会, 我杀掉玄鸟就算了, 如果杀不掉我也不能执着, 今生唯一值得我执着的事情, 是得到他的爱和他相处, 姬华, 为什么在罚了, 不好吃了吗? 师父, 你是除了我养父母以外, 第一个对我这么好的人, 既然你叫我一声师父, 我当然要对你好, 但我只是暂时当你师父, 等回到吴山, 也许门中长老会将你分到其他师兄弟门下, 玄鸡华喊道, 不, 我只要你一个人教我, 回到吴山, 我还有更多的事情做, 大概没有时间教你吧, 如果他不做, 我师父也是件好事, 前世他明明对我有情意, 却到我临死都不承认, 也是因为这师徒之名, 这师徒之名不要也罢, 只要让我一直在你身边就好, 假热我帮你扇风, 东冷我替你暖床, 暖床就不必冷了, 不行, 我还要和你睡在一张床, 放肆, 越说越不像话, 快放手, 这么多人像什么话, 你帮我回客栈, 我还是走不动, 你不吃面了, 不吃了, 我想赶紧回客栈, 方师父暖房, 为何这个场景似曾相识, 好像曾经也有人跟我说过这句话一样, 胡闹, 他就是开不了这些玩笑, 但好像也不像前世那般抗拒, 师父等等我, 师父, 你怎么走这么快呢, 这不走得挺好, 看来要让他接受我, 还得花很多的心思呢, 我以为你不要我, 一着急谁知道就站起来, 还跑了这么远, 啊, 你的灵力消散, 现在正是继续乏力的时候, 是不能剧烈跑动的, 我也不想啊, 行了, 我买了一些补气的草料, 回客栈熬给你喝, 算了, 他大概是从小缺乏管教, 所以性格里有些精巧, 当下我跟他计较, 日后好好调调也算我的历练吧, 你法力不是很好吗, 为什么不用法力为我补气啊, 罗霄城已经是凡间人族之地, 历代乌山弟子到凡间历练是不能用法力的, 哦, 这样啊, 他不能用法力的话, 就嘿嘿嘿, 你在笑什么, 没什么, 没什么, 快回客栈吧, 我好惠, 这家伙总觉得哪里不对, 算了是历练历练, 我忍,